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蕉哥哥 跟你說喔 我們家好像大明星喔 Yo man 香蕉哥哥 你在做什麼啊 看起來鬼鬼祟祟的 執行什麼秘密任務嗎 Yo man 我跟你講啊 最近啊 我發現了一個 奇怪現象喔 奇怪現象 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啊 有一群人常常固定在某一天 一起突然不見耶 好像偷偷在做什麼事一樣喔 香蕉哥哥 這麼說 我好像也有發現 上次啊 找櫻桃姐姐 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感覺她都急匆匆的要去哪裡 對嘛 而且啊 我還聽到訓練 這兩個關鍵字喔 我想啊一定有什麼 我們兩個不知道的事 正在醞釀當中 那不是鳳梨哥哥嗎 是往那個方向走去了 我們趕快跟上 走... 這裡好大喔 開心到轉圈圈 嗨 小鳥 這裡好舒服喔 很適合放風箏耶 對啊 我猜啊 他們一定是來這裡放風箏了 很過分耶 都沒約我們兩個 香蕉哥哥 你不是說他們有提到訓練兩個字 我想應該不是這個喔 還是這個啊 咻...有了 咻... 還是這個... 面... 面... 好 劍... 鞋... 準備...前進了... 不... 換我 換你 好 到... 好 大關 還是這個 前面 或是這個 香蕉哥哥 你身上是不是有白寶袋啊 怎麼可以變出這麼多東西 優妹 這是魔術 說破了就不厲害啦 不過這個飛盤啊 有正規的比賽 也有訓練 他們一定是在這裡玩這個的 好耶 那我們來玩 那邊這邊 你怎麼亂丟啊 掰掰 這裡怎麼會有一個太鼓啊 是誰的啊 優妹 你看 真的是太鼓耶 該不會他們說的秘密訓練是 原來大家是聚在一起打太鼓 也太酷了吧 好震撼喔 太厲害了 欣欣哥哥 你們是在一起練這個太鼓多久了 看起來啊 很有氣勢很有默契耶 真的嗎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練了大概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前面兩個禮拜啊 其實沒有什麼太深刻的感覺 然後但是跟太鼓比較熟一點點之後 只要聽到 左啊 右啊 大啊 小啊 我們就開始大小小大大小 左右右左這樣子 被自控制了 對 然後呢 如果把所有哥哥姐姐的手攤開來看啊 就會發現大家的手上啊 都會有一點點 騎水泡啊 肉片啊 你看一下 辛苦喔 也都會有點磨傷對不對 不容易耶 對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來看我們表演 一定的 有 有 非常震撼 值得一看 那為什麼要特別做這樣的訓練呢 因為我們想要在之後的活動中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舞台演出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著鼓的節奏 一起來玩 哇 聽起來太棒了 那我也可以學幾招嗎 當然可以 沒問題的 那就請香蕉哥哥還有悠悠妹 我們從站姿開始學習 是的 欣欣老師 來 我們先地震 然後呢 要打太鼓的時候呢 要把左腳伸出去 要有點這樣前後 後腳的感覺 有一點小小的弓箭步 但是右腳也要有弓箭步這樣 所以就會有點 弓箭步 馬步的感覺 歪的馬步 歪的馬步 重心還是在中間 重心在中間 來 我們看一下香蕉哥這樣 好 可以 開開 好 然後我們來看悠悠妹 悠悠妹 你這個叫弓箭步 對 當馬步已經扎好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到了大家最期待的 打鼓時間了 然後這個念三次 好 然後接下來難囉 難囉 要注意囉 沒問題 好多 右 左 右 左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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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對 好 我想香蕉哥 你應該已經學會了吧 沒有啦 我只會動動動煞而已 你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好 先蹲好那個步 右 左 右 左 右 對 然後要記得打的時候 鼓點要打在正中間 骨的正中間 對 手要盡量伸直 伸直 對 對 來試一次看看喔 預備 開始 右 右 左 左 來 預備 GO 右 右 左 對 但是呢 因為我們打太鼓 是一個很帥氣的 就是一項樂器的演奏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不可以這樣笑得那麼開心 因為因為我們的笑容 也要稍微熟起 有啦 我們要演出喔 我們要演出喔 輸得 來 我們來試一次 預備 GO 右 右 左 節奏不太對喔 哥 右 左 右 預備 開始 對 這個做三次 三次 好 來 右 右 右 你來 我們聽聽看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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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右 好 暖身完了 預備 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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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左右 殺 右 左右 殺 我覺得可以給悠悠面 掌聲鼓勵鼓勵 我怎麼覺得她好像 坐得比喧嘯哥哥 可是你有沒有 有一點想不到 還好拿悠悠面 還有天份耶 很怪你 對啊 那還有一個 你說比較懶的那個 比較懶的 來喔 我們唸一次給你聽喔 右 左 右 左 最後反正就是 手要舉起 那不用殺了 不用殺了 左 右 右 左 還不錯 還不錯 馬步要蹲好 對 好 來 再唱 五 六 七 八 六 六 七 八 沒打到 老實在喊 妳剛好找到一個最配搭的 來 預備 開始 她真的都沒有嬉皮笑臉 對啊 是不是 要用認真的感覺喔 優妹換妳了 妳要選 好 我來 好 來 預備 GO 右左右 左左右 右左右 左左右 右左右 右左右 就要選 就要說不能心理笑 她這樣剪輯還是有這個 妳要不要會的感覺 還是很棒 還是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容易耶 我再練習一次 我想我們就可以一起才藝表演 開始 我先做得很棒 真的可以開始 可以開始 來 我們來才藝表演嗎 好 GO GO 這真的很不簡單耶 這樣我們才只學到一點點皮毛而已耶 你說得沒錯 香蕉哥哥 但我也很好奇 大家在訓練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記憶最深刻呢 就是上第一堂太鼓課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鼓棒握得太緊 所以導致我的手破皮 然後流血 回家的時候 其實有點不敢洗澡這樣子 第一堂課的時候 那一堂課打完 我的手整整痠痛了一個禮拜 不管做任何事情 就是洗臉 洗頭 甚至連打開瓶蓋 都覺得手很痠 然後那一堂課下課 我們要拿手機的時候 是不能夠單手拿 是一定要兩隻手 然後夾緊 才有辦法好好的打字 不然手是會一直抖的 印象讓我最深刻的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 都需要交作業 就會拉著其他哥哥姐姐 一起練習 從零到可以學成一整首歌 我覺得是非常有收穫的一件事情 看到哥哥姐姐們 這麼努力的練習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努力的成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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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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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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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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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要手手閃一閃 像這樣子 右邊閃 左邊閃 開 合 開 手手舉高高 右左右 現在我們先把第一段來複習一下 預備 開始 戴上貓耳朵 蓋比的娃娃 身體扭一扭 右邊閃 左邊閃 開 合 開 右 左右 學完第一段了 接下來要繼續學第二段了 我們要笑得很開心 像這樣子 右邊笑 左邊笑 然後蓋比的頭髮是捲捲的 所以要右邊捲 左邊捲 腳腳踢起來 右邊踢 左邊踢 變成小貓咪 學完第一段跟第二段 我們現在要連在一起加上歌詞了 預備 開始 戴上貓耳朵 一起唱 蓋比的娃娃舞 充滿著驚喜 這一次有回是什麼遊戲 總是笑得甜蜜 可愛的蓋比 馬熊喵 陶器喵 都在這裡 幫自己拍拍手 你們都學會這首歌了嗎 如果學會的話 就趕快跟著我們一起跳這首 蓋比的娃娃舞 小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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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嗚 耶 耶 快到蓋比的娃娃舞 朋友互相幫助 需要放微笑 想想你 小窗衣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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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捲起手子 一起解決問題 DIY DIY 不可困難 快到蓋比的娃娃舞 快到蓋比的娃娃舞 一次分享我們最有趣的小窗衣 小窗衣 小窗衣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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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蓋比的娃娃舞 朋友互相幫助 需要放微笑 想想你 想想你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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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情的組合 美麗的顏色 So happy So happy 真是好玩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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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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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國王 咪咪國王 為什麼 咪咪國王 為什麼 我是天生曖昧 覺得這個世界什麼都美 美到我很想唱歌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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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美 美 美 我是想法多多 努力用功 說話KIKIKO的美少女 KIKO KIKO 人家說認真的女孩最美麗 我想講的一定就是KIKO了 美 美 你在誇獎我嗎 謝謝你耶 KIKO KIKO 你在研究什麼問題啊 感覺你這一題好像很難喔 不然你可以說出來 我們大家幫你討論討論啊 好耶 我這題真的超級難的 我呢 在想晚餐要吃什麼 原來只是這個問題啊 那就讓國王我來決定 我們來吃我最喜歡的 咪咪麻辣鍋 怎麼樣啊 咪咪麻辣鍋 感覺很怕 還有讓人 咪咪國王啊 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喜歡吃辣 不過我覺得小朋友好像不適合吃太辣的吧 對齁 我怎麼沒想到 咦 有信息來囉 哈囉 咪咪國王 為什麼辣椒這麼辣 雖然小朋友不適合吃辣 不過這個問題很有趣耶 可以來聽聽看小朋友的想法喔 小朋友 你們有吃過辣椒嗎 沒有 沒有 那你們有看過 辣椒對不對 沒有耶 對 那辣椒是什麼顏色跟什麼形狀的 紅色 月亮彎彎的對不對 咪咪國王 你這麼喜歡吃辣 你一定有答案喔 嘿嘿 這個問題 我可是有安排兩位特派員去做了調查 大家一起念任務代碼 呼叫他們回來 咪咪國 咪咪國 看看誰會來解答 咪咪特派員來解答 咪咪 咪咪 這怎樣 那怎樣 大招式 大家好 我是專門研究 神秘力量的神秘差半生 利若 咪咪 嗨 我是天天有黃麗 天天是開心 喜歡玩遊戲 要不愛說繼續的快樂實習生 天天 咪咪 辣椒這麼神秘 我又這麼愛吃啊 當然由我來解答囉 辣椒會辣是因為它生長在 火山爆發的岩石附近 辣椒在生長的時候 就會吸收許多來自火山岩的 熱氣跟化學物質喔 當我們吃到辣的時候 嘴巴跟胃就會像 火山爆發一樣 砰 爆炸 嚇到天天了啦 吃到辣椒 嘴巴跟胃就會感覺又熱又辣 NO... 我覺得雖然說吃到辣椒會讓你又熱又辣 但是根據天天這次認真的研究發現 其實辣椒裡面還有辣椒素 辣椒素是一種刺激性的物質 會讓你的口腔以及胃腔黏膜 產生刺激性 當然吃東西也就哈哈哈哈 辣辣的囉 嗯... 是我說的那樣 嗯...天天說的才對 小朋友動動腦想一想 看誰說的對 我覺得兩個好像都對耶 那我們可以來問問小朋友的意見呢 有沒有人跟天天一樣覺得 是因為辣椒裡面有辣椒素的 請舉手 人數通過 真的耶 好 那換我來問喔 有沒有跟雖然一樣 是因為有火山鹽物質在裡面的 所以辣椒會熱熱的辣辣的 請舉手 還是有耶 有幾個人覺得兩個答案都對 不知道哪一個才是對的 兩邊都有支持者耶 那正確的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請國王來解答 辣椒為什麼那麼辣的正確答案就是 天天 耶 果然啦 認真的研究 這次終於答對了 沒關係 雖然這次我答錯了 但是我會繼續再接再厲 大家要繼續支持我喔 拜託… 原來真的是因為有辣椒素的原因耶 你猜對了嗎 小朋友 辣椒為什麼會辣的原因 大家覺得有趣嗎 有趣 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一起來學 吃到辣椒一樣 一起說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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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今天我們的 聰明加一 知識加一太棒囉 好 接著我們一起來跳 最HOT的舞蹈吧 好 我們現在正起來 來… 好心喔 好 小朋友等一下 一起看前面大聲唱歌跳舞了 好 看誰最厲害喔 好 一起來 蜜蜜國王超級厲害 找出答案So easy 零食言三粒充滿生命 一起來完全有趣 我想到晚餐要吃什麼了 我們來吃牛肉麵 拿手筷子 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咕嚕 再來吃一大口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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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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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吃烤肉啊 所以像這樣子 翻翻翻烤肉 翻翻翻翻烤肉 翻翻翻翻翻翻烤肉 翻翻翻翻翻烤肉 有沒有人想喝珍珠奶茶 會 那我們變超大珍珠 Sha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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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搖一搖 搖個大珍珠 咪咪國王一起來跳喔 只是送給你 咪咪國王一二三 快樂帶回去 咪咪國王在這裡 永遠歡迎你 咪咪國王等著你 下次再光臨 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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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